人的一生啊 仿佛就像在眼前的廉池 一年四季风景不同一样 人的一生啊 不同的阶段 也有着不同的烦恼与快乐 随着孩子们的渐渐长大 纷纷独立向社会 我和丈夫的生活又回到了二人世界 上了年纪的二人世界呀 我觉得啊 就像中国语里说的 老伴老伴老来伴 说的很形象 你子就是一个伴 有一个伴 天天生活在一起 虽然不会孤独 却也会生出许许多多年轻时啊 想象不到的趣事 比如说 丈夫去年过了八十岁后 要找的东西啊 突然多了起来 很早以前 也有找不到东西 早急的时候 但最近啊 几乎每天都在找东西 不是找手机 就是找钱包 要么就是找医院的 救针卡 总之啊 就是那么几件身边常用的东西 其实 其实基本上 基本上不是装在包里 就是放在他自己书桌的抽屉里 可是往往是因为一时着急上火 明明就放在眼前 可他就说找不到 中国语老师告诉我说 这就叫做骑着驴找驴 想想日语里 其实也有类似的说法 意思说找背上的孩子找三年 也说 意思说 骑着牛找牛 比如前几天 每天他要点的眼药水 一直就放在餐桌上 可是那天早上呀 发现不在餐桌上 他就开始慌慌张张的找了起来 我也跟着他一起找 结果发现就放在他自己的书桌上 当他看见眼药水时 还是感叹起来 啊 早饭是觉得 那个放在餐桌上 爱事 就把他放到书桌上了 还有 前一阵 他去公民馆 参加俱乐部活动 到了那 打回电话 给我说 忘带眼镜了 给我送来 我赶紧给他找眼镜 先在他的书桌上找 最后整个家都被我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他的眼镜 那时候我想想 哦 突然想起 他早上出门前 戴着眼镜 把脚放在那个小垃圾桶上 捡过脚指甲 他走了以后 我就顺手把垃圾倒进了垃圾袋里 扔到垃圾堆了 因为那天呢 是垃圾收集日 当时呢 已经被垃圾车拉走了 我心里就开始打起鼓来 莫非 莫非眼镜 真的掉在垃圾里了 正在我左思右想 不得其解释 丈夫打回电话来了 眼镜找着了 哎 在哪里找着的 原来 在公民馆的大门口 有一个自动查体温的小机器 丈夫大概是在那 查体温时 把眼镜顺手放在一边 就给忘了 嘿 真是个天不完的乱 说完丈夫 回头再说说我自己 今天早上 家里的一个小碗 找不见 明明早上是三个小碗 到了吃完早饭 洗碗时 就变成了两个 我问丈夫 她回答说 不知道 但我心里想 一定是她 不知道又放到哪里 给忘了 我在橱柜 冰箱 能找的地方 都找了个遍 可是依然没有找到 到了吃午饭时 我准备热牛奶 一打开微波炉的门 我看见 早上我千找万找 找不到的那个小碗啊 就在微波炉里 碗里装着 昨天剩下的菜 嗨 看我这记性 想起来了 今天早上 我把剩菜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后来忙别的事 就给忘了 忘出哪 我把这事 说给丈夫时 她竟然一本正经的对我说 没事没事 别在意 这样的事 也有啊 看她笑的那个开心劲 我猜想呀 她大概心里在庆幸 呵 老婆子啊老婆子 你也有找悲伤的孩子 找三年的今天啊 呵呵呵 我也不由自主的 笑起来了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谁家没有老人呢 谁家没有孩子呢 年轻人 总有一天会变老 老年人 又有谁 不是从年轻变老的呢 这就是人生 依着驴找驴的生活 也会让人 乐得哈哈大笑 乐趣横生的 郑子 2022年4月 他在乱家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